ROMANTIC RINGGLASS ROMANTIC RINGGLASS 大家好,歡迎來到愛麗斯的宇宙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ROMANTIC RINGGLASS 的第三彈 就是浪漫指尖或是心願指尖的第三彈喔 畫面看起來好像感覺沒有很大的一盒 是不是第一代 對比一下 第一彈的浪漫指尖 它是正方型的 第一彈我們的全明星元老級的 萌莉大姐拉 憨神蒂奇 大酒寶 還有Yuri全部都在一起 這是第一代的時候那時候造成的轟動 是非常可愛的場景組喔 到第二彈的時候 變成一個透明系的部分 雖然第一次我有開一整綜合 影片再放右上方去把它cover起來 經典的 拉布布啊 SP 莫莉 碧琪 還有潘神有在之外呢 多了一小甜豆 還有Ruby這個小兔子 還有它提布布也加入了第二彈 第二彈的猴子很像鑽石 倒鑽石的透明系的戒指盒 傳統的戒指盒出過 透明系的戒指盒也出過 那第三彈的浪漫指盒 到底還可以變成什麼新華樣呢 只有首先 超級巨大的盒子 哇 看起來就是一個星空宇宙的概念 然後 到側面來看的話 哇 盒子才太巨大了 哇 我們這一次總共是十個基礎款 這十個基礎款呢 全部呢 也都是星球宇宙 直接就鑄成原型的 連開啟的方式都很不一樣 跟第二彈的心願指尖一樣 封面款呢 也是由SP大姐做單單 這裡有個可愛的藍色星球 KIN起來應該是 有大耳猫 這個是Molly吧 後面有炙熱的星球 旁邊有一個玫瑰星球 所以這次呢 其實又有非常多巧思在裡面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一探究竟 這一次一整綜合非常非常的長 左相角的是泡泡馬特跟Mini Me Mini Me的話是場景組系列 所以上面的零件都會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左邊這邊就有個警語喔 叫Choking Hazard Choking Hazard就是警告要小心會有噎到的一個風險喔 他說small parts and small balls 他說可能有小小的零件 或者是小小的球體 Not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就是三歲以下的小朋友呢 是不太適合玩這個蠻盒的 所以各位有三歲小朋友的網友們呢 記得就這個蠻盒的話呢 還是要放在比較高處的地方 或比較展示櫃的地方去做收藏喔 包裝上有重要信息喔 請保留備用 愛莉莎沒有開盒不確定是什麼意思 圖片可能與食物不符 請以食物為主 好所以他可能有些夢幻的東西印刷在卡片上面 所以他寫package contents important information OK 重要訊息 Please keep it for future use 以備不時之需 好神秘喔 actual product actual是實際的 actual product may differ slightly slightly是一點點的 from photos photos就是照片 and illustration shows illustration就是插圖插畫的意思 Please refer to the actual product actual就剛剛說實際的 所以呢請參照食物為主喔 先把圓標打開來 OK 準備來開箱囉 3 2 1 喔 真的不可以這樣 跟電力要把它逆填 哇這次真的是走一個星空宇宙的感覺 哇整個好大一個喔 一樣在愛莉莎的頻道 我們要先進入称重環節囉 這樣從輕的到重開始插喔 這次呢其實重量都超過100公克 不過輕跟重還是有一點點的差距 看一下第一支 封面的部分 色的話整個是銀色是燙金的 有一點點些微的糊塗 封面款是SP大姐 這次總共有10個基礎款 跟一個隱藏款 隱藏款也是SP 非常的美式珍珠 上面這裡要一直發現一個亮點 我的破花馬特現在已經遍布全世界的生意了 所以景宇的旅言變成這麼多種 連最近很夯的泰語也都出現了 有很多因為carebells還要哭完 在泰國真是超級受到歡迎的 老婆婆還有穿泰服去泰國 觀光大使場景手辦 Sinsets 場景組的系列 這邊寫Romantic Ring Box Series 3 Sinsets 就是浪漫指尖系列3的場景手辦 中間就是一個大大的portline 然後它是有一個燙金糊塗的設計 好 那我們準備來開第一隻囉 喔 是 等一下這個 這線這麼粗 真的是浪漫指尖 就是分量感十足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隻到底是哪一個星球呢 等下我們卡片先補看了 喔 這隻好圓喔 星球宇宙都是圓形的 全明星大集合用的就是一般 冒冒馬特的袋子 好 準備來開玩囉 3 2 1 我們開刀的第一隻是這次首次的新的IP登場 叫做KUBO的KUBO 它星球球體呢整個是綠色的 下面是珠光細閃 白色的印刷寫KUBO KUBO KUBO的一整圈 它這有數字的3 Pook牌的愛心 梅花方塊跟黑桃 3 6 9 12 始終的概念 這隻開合的方式比較特別 私下膠帶向右旋轉星球打開 向左旋轉星球關閉 有個OPEN的字樣 它選擇的膠帶是不會有殘膠的 打開之前我們先看上吧 KUBO的字樣 往右旋轉 準備來看完喔 3 2 1 哇 將將 哇 輕輕輕的封印解除 KUBO它是一個酷酷的男孩子 挖頭上竟然帶著兔耳朵有反插毛 非常的有趣 臉部呢有一個帥氣的像索隆的包斑 手上有一個金色的手環抱著珍珠 背後的披風上面是黑桃 頭後面呢也有寫KUBO的字樣 很怕大家不認識KUBO 因為畢竟這是它這一次的初登場 所以當初都看得到KUBO 從正面看 石中一個六芒星 特牌的元素 指針是可以洞的 那我們就發十點 因為愛麗斯針是每個禮拜五呢 或禮拜四的晚上十點鐘會進行首播喔 順便打一下看看 畢竟是戒指盒系列 這邊就有一個洞是可以放戒指的 這裡有一袋的配件 OK 這邊 好 那我們先把戒指 小兔子的猩猩喔 眼睛是叉叉的眼睛 好 那我們就直接放這KUBO的戒指盒 哇 戒指一放上去之後 真的畫龍點睛整個就完整了唷 雖然有一些玩偶反映說 好像塑膠感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呢實際上呢 它染色的創意非常的特別 KUBO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在無重力的狀態 所以它要叫那個是飛起來的 它天鋒半長的是這個樣子 上面大大的KUBO 是這一次的新登場的IP 它要寫 When I miss you 當我想起你 當我想起你的時候 你人在哪裡呢 沒有用猩猩排列的黑桃寫 Romantic 3 就是浪漫指尖第三代的Ring Box Tubble Space Nimi跟POP Mart 第二隻 看一下第二隻的浪漫指尖 系列 或是哪一個星球呢 還有是哪一個IP 哪一隻小夥伴要來跟我們一起探究這個宇宙的奧妙呢 這真的很大一天 我們準備來跳完囉 看到一道紫色的光 哇 好漂亮喔 將將 看起來應該是MODI 大姐沒有錯 螢音解除 星球這邊就有很多的雲朵雲芯 很像MODI騰雲架物一般 上面是紫色漸層到藍色 有一種神秘的氛圍 很多的流星这样叙叙叙叙叙叙 这样整个转动的话 感觉好像流星在流动 上面这边有很多亮晶晶的亮片 星球宇宙的地方呢 看到了一只大耳猫 然后这有一个E 什么Modi之类的嘛 然后这边有个什么Y吗 还是O 就很多一样神秘的符号 我们先把它打开来哟 3 2 1 哇 全部都包得紧实紧实的 我们先来一个封印解除 哇 Modi本人呢 头上带的是皇冠系列 穿的是公主系列的衣服 头上的皇冠 组蓝色的金属漆 非常非常的华丽 衣服上面的话 也是保留跟大娃一样 都是蓝色跟浅蓝色蓝的渐层 Modi这次呢 拿着望远镜像一个观星家 看着望远镜观测的形象 上面的青鸟 之前在babyModi的蠻盒中 我们开始出现青鸟的元素 这一次呢 到浪漫指尖 青鸟又再次跟Modi搭配在一起咯 善儿猫跟青鸟 都是往Modi的背后 看他们在看着星空哦 现在也是我可以放戒指的动物 金匠这里有一袋的配件 要么把戒指拿出来 戒指拿出来就是一个流星 然后就直接 我们把它放到这次的 梦幻的戒指盒里面 梦幻戒指盒金匠 好 那我们先把它盖一下 我们看一下上面的整个星球 整个星球里头 看到这个应该是大耳猫 是没有错的 那这边看着有两个L 是Modi的LL吗 那M不知道是哪一个 是大耳猫的M吗 然后MOO在哪是这个吗 然后LLY吗 好像真的很像柯南在解谜啊 不知道这整个星空代表 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很好奇哦 好 片部分长的是这个样子 Galactic Heart Galactic就是银河 所以它叫银河星雨 银河的中心 右下角有流星 Shooting Star跟星云 那Cobo这里的话 就是有扑克牌的花色 加上它的刀疤的部分 观察了一下这两颗 上面的星空 发现除了IP代表之外 这边有个R 有看到吗 像个R 你看这里Modi 这里有一个R 这很像一个倒过来的L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真的很神奇 这里又有一个 看不出来是什么符号 就很特别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星座 又有一个像小山峰 像R的这个是Ring之类的吗 R的这个字样是一样的 然后到右边这里的话 才会出现左边是KUBO Cobo的IP Modi这里的话就是有大耳猫 然后这里看起来像把Modi的MOLY的名字呢 把它就是散落在整个星空当中 像观星家一样 就是每个人都要非常的有想象力哦 把星星的排列呢 变成了各种星座的样子 重复的这几个星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知道的网友呢 也可以跟爱丽丝留言分享哦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支物哦 第三青的 这真的蛮好吃的 第三青的这一次的手办呢 会是哪一个系列呢 我看到配件了 配件不要开 因为配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哟 那我们现在 这一次的顿重呢 应该只能看重量了 因为全部的网都是远的 好准备来开网咯 三五二一 这样讲啦 一歌一节就顺序的出现了 整个球皮像土星纹 上面是白色 渐变到金色 上面有一些神奇的 像星星啊圆圈圈等等的一些涂鸦 说明也是有英文的 tear off the tip tip的话就是胶带的意思 rotator rotator是旋转的意思哦 anticlockwise anti就是反的意思 所以是逆时针 to open it and clockwise to close it 顺时针的关上逆时针打开它 先把它撕下来啰 新闻这里仔细的去观察会发现 这个是月有阴时圆缺 所以这跟时间有关 看星月啦 满月 半月 到星月 最后是没有 这一次的盲盒呢 都跟时间有关 看像kobo的话是比较直观的 就是把时钟直接坐在上面 moly它是银河系的中心 就是星星最多的地方 它用流星能来表现出时光的流逝哦 准备来开玩哦 3 2 1 封印解除 老波波很像是时空旅人一样 带着有点像沙漠的斗篷 斗篷下面还有一个点缀 非常有精神的耳朵 还是要从斗篷里面串出来 老波波感觉是站在地球的位置 左手边是太阳很炙热 右手边是月亮 一个阳面跟一个阴面 星星全部都是亮光的 这盖子有出现了 非常好奇的一些图案 盖子上面这个看起来 应该就是老物本人了 有精神的耳朵嘛 然后这个 这个是什么 北斗七星吗 上面又有一个这个 一样一个叉叉或是一个十字架 难道是十字架的意思吗 左边这里呢又出现了 R开头的这个星星排列 然后跟这个很神秘的符号 这神秘的符号 跟前面两只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有一个RI之类什么东西的 这个一二三四 这四个呢都是 每一只都是一样的星空 打开来说 虽然就浪漫指尖 但它又不是钻石的形状呢 又不是经典的戒指盒 那到底 到底星空宇宙浪漫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是看到第三只的时候 突然有一点灵感耶 因为这三只呢都跟时间 时光飞逝 跟时空的流动有关 所以是不是真正的浪漫 就是我把我的时间 我最珍贵的稀缺资源呢 就是全部献给对方 把最珍贵的时间献给对方 我们跟着你一起物换心仪 一起去体验这个 世间上阴晴圆缺 物换心仪的冒险 如果是这样子的解释的话 那还真的是有更宏观 格局更大的浪漫哦 就是我把我的时间 全部都交给你了 星空宇宙这边中间有个洞 所以是戒指的部分 好我们现在把配件 尖尖 请出来咯 你看浪漫指尖的系列 一定是要有戒指的 我要许你一个承诺 这就是星星的部分 直接把星星放到中间来 尖尖 哇 这样整个就很完整了哟 要把什么样子东西 献给最重要的对方呢 把片部分长的是这个样子 上面也是大大的IP 写了 喵不不 下面写mysterious trajectory trajectory是轨迹的意思 就是星球轨迹的意思 那mysterious就是神秘的 所以是神秘的轨迹 到底要带我们当什么样的星球呢 右下角有月亮的星月跟半月 还有太阳的部分 背面的话就是太阳 可以玩桌面证来看一下第四只 开这个星球 开这个星球感觉是非常 被这个神秘的氛围给震撼到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颗 这都很巨大来哦 3 2 5 2 3 哇好美哦 刚讲ip的已经出现了 第三只的就是Demo 哇整个透明的我们先把它封印解除 这次的星空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没有爱是刚刚摸不着头绪的图案 直接就非常的直觉就是另外一朵的玫瑰花 哇整个星纹全部都是玫瑰的藤蔓 加上有1 2 3 4 5 6 7 8 有8朵玫瑰哦 左边3朵右边5朵 嗯这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呢 嗯这太神奇了 蜅体上面是一个大大的玫瑰 哦云宝还是有在这里的 有没有看到云宝的笑脸在这里呢 上面整个是烫金的 玫瑰还很炙热的红色 藤蔓整个围绕在星球的下方 3 2 1 哇整个升起来的Demo 哇现在这个配色才太适合圣诞节了 Demo呢头上呢是呈现有点果冻色半透明的头发 那我们看到领巾的部分 Demo用一个领巾在做飞翔的动作 这领巾想到上次开的Demo的门盒在你身边 像小王子的设计概念 那小王子跟玫瑰又有狐狸 哇 这根本就是小王子手办了 旁边又有星星跟云朵 整个盘面就是玫瑰的炙热红色跟藤蔓做组成的 小王子呢 这次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把握住属于他生命中的玫瑰呢 那一朵最重要最独一无二的玫瑰 还是需要再去外太空旅游一轮之后才知道自己最爱的玫瑰 就是在自己身边的那一朵吗 再送给我们喜欢的人这一只Demo的时候 是要暗示对方 是要告诉对方说你就是我生命中another rose 另外一朵就是那一朵很重要的玫瑰花吗 这样子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Demo真的是一个浪漫的小王子耶 接着部分 一朵三二一 金色跟红色的搭配 很慢的概念 他有靠近耶 这一只不会是行款哦 直接把它放上去 细节非常的多 而且又复合的材质 Demo非常在云朵之上 这一只的颜色真的非常的有节庆感 真的很适合拿来做特别的爱的照版哦 卡片部分长的是这个样子 上面大大的写Demo 这边有写another rose 另外一朵的玫瑰花哦 右下角玫瑰花跟藤蔓 星星呢去排列的像玫瑰花的形状哦 好 时间过得特别快 我们上班场的最后一只 第五只呢 要看看到底是哪一只 我们的浪漫子尖呢 好 这样呢我们肯定先不看哦 好 像大着小区 好大耶 好美哦 出一边小甜豆 两边把上面的胶带呢 先撕下来 运轮轨迹是有点波浪 deve 上上下下不是像其他的 这么的平整 全部都是猩猩 跟头顶盖上面一样 全部都是由猩猩组成的 前面叠大大的sweeping跟小甜豆 下面星球宇宙一般 呈现的是紫色渐变到白色 亮亮的点点就很像满天的星斗一般 好我们准备来看哦 3 2 1 今天一样哦 供应解除 这一次的浩曼指尖系列 都是跟时间有关的 把时间花在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时间在哪 我们人的心基本上就是在哪里的哟 小甜豆的整个星盘上面 全部都是指针 没有数字但是有扭曲的钟 写上了几点钟 这些几点几点 对小甜豆来说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头上两个像熊熊一样的 都很可爱 像宇航员一样的衣服 看着一个爱心 非常小心翼地 把它装在一个罩子里面 外面围绕着是银色镀银金属漆的藤蔓 这应该是小甜豆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很珍贵的一个爱心在里面哦 这里有一个洞水色戒指的部分 这色戒指又代表着什么呢 是一个时钟 看起来是9点5分还是9点6分 送什么样的礼物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如果今天是送手表给喜欢的人代表是 我把这辈子的时间都托付于你了 你就是我今生最想要花时间的对象 也就是我今生最重要的人 哦 没想到小甜豆这么的浪漫 也这么的直接 直接就不演了 我没有要给你什么首摘行程 也没有要给你什么样子的玫瑰花 直接就把我的时间通通给你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这一次的浪漫主间第三代 每一只呢都有满满爱的寓意在里面 不算是没想到小甜豆这么浪漫耶 卡片部分长的是这个样子 这是上面的IP是sweet bean小甜豆 You are my love 你看直接不演就是你就是我的爱 碰然心动 看到你呢就好像初恋一般的滋味 然后不管看到几次总是让我碰然心动 用星星呢排列成时钟的样子 喜欢某个人 我们的时间就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哦 双本堂的五只呢已经全部都开出来了 各位网友们也可以跟爱丽丝分享这五只里面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只的设计 升降舞台的这个全新的概念呢 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只呢 或是哪一只代表的意义呢 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共鸣呢 好一样我们上集跟下集点阅超过500的话 爱丽丝呢也是一样哦 对吧慢慢只见第三代抽一位送给网友哦 欢迎大家呢多多分享多多留言 然后也可以多多支持的爱丽丝哦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呢 有情人忠诚眷属 能够勇敢的把自己的爱意 自己喜欢对方的心表达出去 忠实的传送到对方的心里哦 好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咯 下次再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